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报道之后 昨天好不容易省影一个星期才出面的卓博员 这回动作非常之快 第一时间就去按铃控告了 现场最新状况带你掌握 张花现场卓博员按铃控告告 胡说八道 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本人的名誉 报料关键就是这处 未来张花的张龙球场预定地 越迟迟无法动工杂草重生 根据周刊的报道 秋顺中为了取得球场的执照 遭张花县政府刁难 钱购有人向他所惠 金额高达了一亿两千万 直说付了钱上面就为点头 一指卓博员指使 而周刊的报道一出版不到几小时 卓博员就到地检署按铃控告 强调对方指控只需公有 明政院的宿院决定书 他今天因为他的申请案 不合法被驳回 竟然凭空捏造事实 卓博员因为弟弟卓博众受受贿落 而身陷弊案风暴 前一天正式露脸 神情自若要检方赶快传唤他 还他清白 同时完全撇清 对弟弟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 这次又有人爆料 直接针对卓博员而来 还是手上或有白手套 交涉时的录音带 同时要采取法律行动 控告卓博员贪毒 主持人陈梦辉 张华报道 好 看到卓博员这回面对自己的事情 动作可就非常非常之快了 上个星期三 同样是周刊的爆料 结果他的弟弟呢 在星期六的凌晨呢 就被收押觐见 大家还在讨论卓博众涉案 哥哥完全没有 知道没有 关系完全跟他无关吗 但今天呢 周刊的最新的报道指的是 那卓博员自己也被指控 涉及了涉贿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请教育寇姐 其实这个操作也蛮好玩的 我们说这个卓博员 审引了将近一个星期 昨天为什么出来呢 一般我们新闻界都知道 因为今天一周刊要出刊了 果不其然一周刊出刊 跟他有关 今天采取的是 立刻就去做控告的一个动作 这样只能够以正清白吗 我看很难 因为依照这个一周刊的 一贯的弊案的做法 他们都是 我们都形容为是切香肠的做法 他都给你一个报道 然后从后面呢 他有实质的证据 或者说这个陆续出发的证据 那当然在中间里面 也曾经发生了 这个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嘛 那蛮久跟这个嘉义的 这位黑道啊 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的时候 蛮久是立刻公布了 他行程 那后来就没有下文 那是打选战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今天卓博员他 显然卓博员昨天 应该也会知道 有这样的报道 那所以他昨天就利用一个活动的机会出来 叫检调单位立刻找他 那今天他也立刻要提告 不过这个今天的这个新闻 他并没有直接 说是跟卓博员有关 他说是张华县的建设处的处长 这个出面 那到底这位指控的这位求贤人 他手上有没有录音带 我们不知道 自从零一四的事情发生之后呢 很多事情都是有证据才有指控 但是从卓博员的第一次 他的弟弟买房子有汇款 在厂商汇款到账户 而且中间还涉及人头买房子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显然这个后面有一股 好像有策划性的力量 在让卓博员他整个的 政治道路上的各种污点也好 或者说各种可以做文章的事件 陆续会出炉 那这个对国民党 对卓博员来讲 都是很大的一个警讯 那尤其是卓博员 他立刻2014年就两任任期就到了 那我认为这个事情 他应该是没完没了 那还有南投的李朝青 现在已经在积压当中 对国民党来讲 中部地区的这种 骨牌效应 一触即发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掉以轻心 或者是说他们未来 知不知道自己预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所以大家会关注到这个话题 这个议题 从上个星期其实就卓博仲 那么卓博员昨天告诉大家 完全不知情 弟弟在干什么 希望这个检查单位赶快去传他 他愿意把真相说的一清二楚 要来厘清 但是其实大家就在担忧 就是刚刚玉口姐讲到的 其实这一连串的一个动作 我们从去年从林义士到这个李朝青 现在到了卓博员 所以委员 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一个巧合 大家做到地方官 父母官的第二任 第二任了嘛 任满了嘛 所以这种事情总是在第二任出现 还是说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在整个安排上头 策划上头 是不是真的有个无形的手在这里 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重点是 如果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那你要怨谁 也没办法怨别人 这个案子牵涉到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司法层面 就是现在所呈现的一个局部的事实 那第二个是在政治的影响力 刚才我们那个Coco有提到了 那第三个就是媒体的印象 那因为周博员 他未来要继续的在政坛上发展 一定要有比较好的一个媒体的印象 所以这个事情 他一定会好好的处理 至于外面质疑说 那你地底有问题 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我觉得这样的批评并不公道 举个例子 那个嘉义县长 这个我们的张县长 张花冠县长 他的妹妹呢 也是涉及到这个一些问题 那他自己也说他不晓得 那第二个就是说 张花冠的妹妹 还是在县政府里面 有担任有正式的职务的 虽然什么工业促进的总干支 那也是县长任命的 因为周博员弟弟 并没有担任上那个职务 没有任何官职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那个金额事实上 就说就卓伯仲来讲 那个金额平常心讲 跟刚才所讲的案 金额太小了 所以你说他弟弟即使有乱搞的 金额那么小 他个个也不太容易知道 并不是很大的一个案子 只是媒体宣染的很大 因为他是卓伯仁的弟弟 人家往上攀升 叫做媒体印象 他不一定是一个司法上的事实 可是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 那第二个今天周刊所讲的 会不会有后续发展 我不晓得 那这个案子跟那个案子 会不会有什么 幕后之手在操纵 我也没有办法去确定 有后没有 那关键是说 我想包括我在内很多政坛上的人 就是说 人家的衰 政不发心菜鸡 不是说晚上走路会撞到鬼 白天走路都会撞到很多鬼 所以周博伯仁这两天 就走白眼 他应该要更坚强的危机处理 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危机处理成功的话 也证明说 他是一个什么 更可以往上更上一层楼 来攀升政治人物 那如果这样的危机 其实我看是个小型的危机 这样的危机 如果没有处理得好 那延伸不当的情形的话 对他当然会有很大的伤害 举个例子 那出来指控的那个人 他说他什么杂项建造 如果周博伯仁如果举出 一些法律上很扎实的理由说 这个杂项执照 这些执照本来就不应该发的 那你去宿院 你也是输了 对不对 你到上面上一个政府 你也是输了 那证明说 我这个地方政府 是依法行事 那这问题就很容易摆平 至于其他说什么 什么建设处长 谁暗示 那你要提出证据来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凭公抹黑 所以这个他去案件申告 我是赞成 这是一个澄清事实的方法 但是一说干手上 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 只要不是周博伯仁本身的话 在司法上 要牵连到周博伯仁 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就是会造成说 一个媒体印象 对他的政治生涯做伤害 那这一点 他真的要谨慎冷静的 去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从政人 第一个 他可能党人财路 我也党人财路的经验过 别乱告了一通 所以他如果党人财路 人家会报复 特别是说 以前不敢 不敢报复他的原因之后 他没有什么案子 他弟弟生了一个案子的时候 他赶快跳出来说 我要报复了 就好像 舆论上有所凭借 所以这可能不会第一件 可能第二件第三件 人来看你衰你挡过人家财路 人家一定会集体报复 不一定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 不一定 但是大家怎么样 会打落水口 有人起了个头 是不是呢 就是接下来要在 大家一步步跟进的 可能性会加高 这是这个蔡委員 这方面所做一个分析 但是欧老师 就您来看 这个我觉得 这个在地方上的东西 我们常用台北眼光看 好像也不尽然 完全的精准 但至少这个新起来 卓博员是 媒体用神引 两个字形容他不见了嘛 那昨天出来 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一周刊 可能一定有什么东西 果不其然是如此 这个礼拜 自救一下 瞧一下 瞧不拢 瞧好了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在地方上 大家怎么看待 他们可是个政治世家 没有错 那个国足刚所讲的话 是一开始我所要说的 为什么神引一周 那其实大家都有这个sense 那一周是需要 瞧事情 或者需要厘清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观点 大家刚才在这边说了 这个到底有没有那只手 我提供另外一个讯息 好 高雄到现在 总共几个月 其实七个月而已 你说 定义是安 到现在 其实只有七个月而已 好 高雄 南投 加上彰化 彰化要牵涉到台中 中彰头以及高雄 影响谁最大 最明显的是 吴敦义 也就是吴敦义这个力量 和他们的连结 一定受到很严重的破坏 这是第二个考虑 第三 为什么他的集中度这么强 连续性这么强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新闻的发酵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 刚刚李朝青的案子 才开始弱下去 另外一只又上来了 所以他接的 这个可以说 天衣无缝 接损的接得非常好 正因为接得非常好 才值得怀疑 应该后面有另外一只手 好 下个问题 观众已经想很久知道 这个手是哪只手 对不对 我这样说好了 他绿营没有这个本事 绿营没有这个本事 从高雄一直爆料到中张头 这不是绿营的本事 而且这必须要 牵涉到厂商要自爆 厂商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我先说 那个高尔夫球协会的副理事长 邱先生 这位邱信先生 他不管报了真的或假的 那后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要得罪政治人物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有人在支持吗 一定是 好 这件事可以肯定 一定是 他绝对不是因为不爽如此 这么简单而已 因为如果说他党人才说 这里面可以瞧的嘛 应该是可以瞧的 好 那一定要有后面更大的力量 如同这个高雄那个案子 是后面有更大的力量 在支持者 但是这些都不是现任的立委 或者是不分析的 这分析立委都不方便说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我们说互相相似的人士 也其实都是不方便说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痕迹 如果到今天为止 这些伤害都造成 只要他产生 选举上的威力 好 国民党请问剩哪里 就从新北到苗栗 以及三个外岛 那就预告着2014的答案 以及2016的答案 剩下呢 就只要攻回中央党部 把这几百亿的党产攻下来 重新分配就行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需要花这么大力量 用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呢 只有一个解释 因为在马的体系里面 他其实是不分给其他人的 他没有这个分赃的概念的 没有这种分配概念 你是说什么 也说其他的派系 都确定是没有分配概念的 分配什么 分配不到任何利益 好 那分配不到利益 分配不到位置的时候 就有可能有人运用另一种手法 就是那好像刚才整个伴吐槽 那现在这个局面 比较像伴吐槽的局面 因为它的连续性 而且命中要害的位置都太准 而且新闻操作的痕迹太明显 是 委员可以认同这样说法吗 讲的是你们家的事 我没有办任何证据来证明他 跟欧教授的分析 是对或错 真或假 那欧教授至少提供了给我们一个 另一个思考的方向 看守的方向 好 所以看到这呢 到底是这样的案件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 关联性持续的发展 这后头是不是大家可以 再来做关注 但是接下来看到说 这里头跟刚刚预扣姐一开始讲到 跟2014会没有关联 恐怕大家也很难去 完全的去认为说是没有关系的 但显见的是呢 在2014这场七合一选举当中 国民党是不是在现在 马政府整个执政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 而在这个时刻 接下来会看到非常弱的一个表现 这是民进党分支而起的一个好机会吗 但显然这又是民进党在爆料 在操纵好像也不一尽然 刚刚老师分析是没有这个本事 但整个事情是 毕竟是因卓伯仲而起 我们就来看看 那么卓伯仲整体事件发酵 就这么两三天 立刻他被收押觐见了 整体事情来看一看 他的发展过程当中 到底在这里卓伯源能够完全的撇清 他完全不知情的一个可能性吗 来看看 到底这个卓伯源 现在是不是受地之累 接下来现在自己陷入一个政治风暴 1月9号上个星期三的 一周刊爆料说 卓伯源的弟弟卓伯仲 涉嫌介入彰化县环保贷的采购案 跟西湖镇公所所办理的 阅历印制的采购标案 那么爆料之后 只好赶快办 检查单位这么一办 来到1月11号的时候 大批的人 缤纷十几路来到 张华县政府做搜索 当天卓伯源的弟弟也因此被收押 那么被生押 那么第二天 1月10号 凌晨真的被收押 禁见了 但是面对媒体 他说他没有对不起他的哥哥 因为他这个收押禁见 对哥哥政治潜入之路 大大的有影响 一直到昨天 卓伯源跟大家见面了 他说赶快检掉来传我吧 个人荣辱回忆不重要 但是对于弟弟引起的纷扰 声表歉意 这个歉意迟来了好多天 终于露脸了 但今天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 一周刊说 他被报所会一亿两千万元 这让卓伯源第一时间 到彰化地检署案灵去做控告了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 前国会助理徐柏青 他是谁的国会助理呢 当然就是以前卓伯源 在当任内法委员时候的国会助理 卓青大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卓伯众很糟 害了他哥 我觉得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因为当初 他们两个兄弟之间 经常就是三天一草五天一草 这是很正常我所接触的状况 为什么吵 他们的行事风格差异太大了 那个县长 我应该讲说我的前老板 那个卓县长比较 个性比较谨慎 会面面俱到 什么东西他会思考的比较完整 可是卓伯众他的个性比较随性 比较就说能够会出乎意料的决定 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举两个例子 他们的关系就是说 那个因为这样子的差距 去年那个卓伯众有一天深夜打电话 跟我讲说 他那天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他跟哥哥从台北坐高铁回去 下那个新乌日台中站的时候 那个卓伯众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坐我的车 你要找人来接你 那卓伯众就很生气说 那个 你这样子我当然乐意支持你 可是你要早点跟我说 我这个时候我已经下了高铁站 叫哪个朋友愿意这个时候来接我 所以他就那天就觉得这个很委屈 所以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 因为他从踏出校园之后 到今天到他收押之前 他没有领过一个正式的薪水 他没有在外面的机构上班过 所以都是在卓伯众的身边 打理一切的大小事情 对那我们再讲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前一阵子立法委员 在被指控说那个9A的时候 我还是要讲说 这个卓伯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得体 因为他是从彰化上来 那时候高铁还没通车 他是为了省那一万八千块的那个津贴 他是没有申请大安会馆或者是台北会馆 还刷牙了嘛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向来反对 我是觉得他会相信他不知情 我是倾向这个方向 好 郁国姐可以这样子 他是以前是卓伯众身边的助理 就是说 当然就是博卿他形容的是卓伯众跟卓众之间的兄弟关系 因为卓伯众对这个弟弟的权威性还蛮大的 但是卓伯众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人 卓伯众发生这个事情我是比较吃惊 因为他是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 而且他40岁左右又未婚 在台北市他还有一个就是 人家说都是彰化现在台北市政府的 其实那个北半不是特豪华的 他是布置的还蛮有品味的 他的那个房间里面有那个彰化来的 那个叫福禄桶 福禄桶对 那种是有点发财的那个树的感觉 所以他的房间一进去就有那种反射灯 可以照出这样一排福禄桶 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树木 那我第一次进他办公室 是因为企业家的朋友 这个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我的论文要请教他 你就知道他是北大的博士 而且他的指导老师 那几位很重要的这个北大的资深教授 目前都还是洗礼政权的幕后顾问 他是被大家所敬重的 因此卓伯众他在他的这个博士学位 台大的学士 加上他大陆的人脉 跟他台湾 他又是一个明日之星的卓伯源的弟弟 因此他在不管是国民党内外 我认为我猜我也看到是企业界争相争取的人才 因为他法学素养很高 那他可以帮忙写一些相关的这种企业界的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 我知道有企业界请他帮忙 写了之后呢 还可以交给政府 因为他至少跟马英九总统之间还有一些管道嘛 那因此他当时我认识他一直到后来的接触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守信用的人 跟他的来往也很nice 所以发生这个事情 现在因为正在调查当中 不知道 可是卓伯源他现在碰到的最大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最大的危机 我不认为是小危机 这个蔡委员说是小危机 蔡委员心里可能认为是大危机 但是同事不好意思说 这个是国民党的很大的危机 因为卓伯源的问题会被放大处理 那卓伯众即使卓伯源一点都不知道他弟弟的问题 那他弟弟如果在采购上稍微有十块钱的这个纠纷 我看比张花冠的这个问题严重 因为绿营跟蓝营是不一样的政治氛围 那他如果不知道他弟弟的问题 那显得他无能 他如果知道了他就完了 那我从大局上着想 我当然希望站在朋友的立场 卓伯众给他一个公开的这个公平的空间 可是我认为国民党现在难道还真的不动如山 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是要观察 那国民党在彰化以前有一位 我记得在彰化有一位秦立委陈杰 在部分区委员提名 结束的时候是呛马英九主席的 而且他还要去投局 那马英九是怎么安抚他的 是给了他一个位子吧 对不对 是蔡委员 国民党是给了他一个农保资金的董事长 那这个就告诉马总统 很多事情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当然我不是暗示说这后面跟陈杰有关系 而是胡志强在台中是大台中选举的时候台中线的票开不出来 大家都知道也是派系问题 像彰化也是派系问题 所以派系问题从李登辉时代开始一直累积到今天的陈科 就是国民党必须面对的癌症 那这个癌症就是中部你就要失去政权 2014年我猜是如此 除非你有什么魔法 这个魔力能够这个划除 这个陆续而来的这种危机 他卓博元的绝对不是小危机 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他会被做大 他会被民进党做大 被自己人扯后腿的人做大 国民党最厉害的是自己人扯后腿 比那个敌人打击的力量还要强大 所以说这件事也是被自己扯后腿扯出来的吗 他即使没有人扯后腿 大家也后面的人也乐观其成 不过Coco这句话我是非常感受深刻 因为你也被扯后腿过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民党的一个现状 我们说卓博元 他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之赞 对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明日之星来讲 真的是后来接下来要好好来看他 从地方上来的一个明日之星 但接下来呢 这几案件会让他跌一大跤 他可不可能爬得起来 但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也有讲到 为什么在台湾 只要是第一帮父母关你的第二任 总是容易出问题 我们来看到这去年或这几年下来 有的已经被无罪定义 我们今天就不提 那不只是卓博元 现在大家都在众所总看着 接下来的发展 是不是你跟其他的 你以前再怎么认真努力的 要清白 要不要让自己的家人 涉及到公务的部分 但现在今天努力 似乎是不是全都是白费 我们看到现在卓博元 线路向涉滩的风暴里头 因为弟弟已经被收押禁建 那现在又说他被指控要来 这个所会 接下来的发展 大家可以再来做关注 到底这个厂商会不会拿出 所谓记录的证据呢 我们不知道 但在此之前 去年11月的时候还知道 还记得吗 南投县长李朝青 也是第二任 2014就要下台的 南投道路灾修工程弊案 涉嫌收受厂商回扣 还有途离他人 是去年11月已经被深压获准了 我们再来看到 那么对民进党而言 也没有比较好 来看到这里 在去年的12月 8月跟11月 我们看到是 她的是县政府的环保 劳务等采购工程 爆发弊案 怎么都跟劳务有关 都跟采购 跟这个环保 要不然就跟弊案 这也是环保 这是工程 这是也是环保 那么在去年的8月份 妹妹张英基被收押禁建 刚委员说到 张英基可是在县府里头 正式的官职 那么去年11月的时候呢 她把张华冠贪污罪来起诉 妹妹终于交保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 这些地方不不关 最后的下场 都是要跟弊案有关了 那么对于卓博元而言 自己的政治世家 一路走来 这么认真铺排 到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那么为什么不会 在这里呢 会在这里跌一跤 问题究竟出来自己问题 还是真的有人在扯后腿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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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